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一众大臣的反对 上线认为敌人远道而来已经疲惫不堪 此时正应该鼓舞士气 出城迎敌 士大夫们纷纷附和 臣服于蛮夷 犹辱国体 把世子送到敌营更是万万不可 凝集坚持 亦和不仅可保宗庙设计 亦可保黎民百姓不受战乱之苦 人祖一时左右为难 他畏惧亲人铁骑 十分触战 但他更不愿意把孩子送给敌人 况且 民国在人臣之乱中 对宗室有栽造之恩 与民国断绝关系 有为仁义 按说这南汉山城天然要塞 一手难攻 清军从外面一时是攻不进来的 只是城内粮草不足 又与外隔绝 只怕支撑不了多少时日 况且城内所有兵力 连统新抓的壮丁 一共才一万三千人 对抗敌人十倍的兵力 实在难有胜算 夜间 仁祖把明吉单独叫到跟前 作为父亲 他万分不愿把狮子送到敌营 可如果不答应 清军就要攻打山城 明吉主动请鹰 再去一趟敌营 他带着重金 只身去见狄将龙骨大 希望对方放宽议和条件 没想到龙骨大完全不吃这套 并撂下狠话 下次没有世子就不用来了 明吉武功而返 并带回了一个坏消息 黄太极要来 朝臣们不信 认为这是明吉在敌人面前 使自己国家受了辱没 为自己开罪而编的谎言 为的是让仁祖恐慌 而不会降罪于他 于是纷纷要求仁祖 处死这个叛臣贼子 但仁祖相信明吉的话 上线也相信 并劝说仁祖 如果黄太极真的要来 那必须在这之前 召集秦王军 击退敌人 否则会更加艰难 仁祖听从了这个建议 火速派人送习闻给都元帅 命他立刻赶往山城秦王 并召集全城将士 举行实施大会 一旦开战 便斩断了议和之路 形势很严峻 天气严寒 后背短缺 新抓的壮丁未经操练 兵器落后陈旧 而敌人是强壮的草原铁骑 有足够的粮草 十倍的兵力 实力相差悬殊 使得一出战就溃不成军 虽然改良了兵器后 取得过小胜 但只是杯水车薪 还得寄望于秦王军的增援 但城外到处都有清军的防守 召唤秦王军的席文迟迟送不出去 而城内的粮草 已经紧张到了沙马的地步 恰逢新年将至 人祖和一众臣子商议 给龙骨大送去酒和肉 作为新年碎礼 以示君恩 顺便探探虚实 见领相对此有意义 人祖干脆派他同名记一起去 还没见到主将龙骨大 领相就质问起清军的义官 你祖上也是朝鲜人 为何如今成了卖国贼 君以草芥待我 我当以仇寇报之 这领相反倒被呛了一通 而龙骨大不仅看不上 他们那点东西 而且根本没把他们那国君 放在眼里 不但让他们把东西带回去 还轻蔑地说道 要对大汗行礼 对让你们国君亲自来 这次被指责的 就不止明吉一人了 当领相把在清军营 见到的红衣大炮 承包给人祖时 一样受到了一众 士大夫的质疑和讥讽 为了挽回颜面 领相提出先发制人 趁北门外敌军防御偏弱 几重兵力突袭 来惩罚蛮子的无力 上线也同意这一提议 只有让秦王军 看到人祖开战的决心 他们才能放心来救驾 而不用担心成为炮灰 明吉深知此举十分冒险 黄太极应该很快就到了 激怒了黄太极 断了议和之路 这一成百姓都得跟着遭殃 可是人祖心意已决 一方面是抹不开面子 另一方面也是抱着一丝侥幸 他也不想成为亡国之君 被赴后世骂名 可他命兼任军事提察室的领相 做总指挥 这领相是个墙头草 老油条 哪里懂打仗的事 他一心想着正回面子 不仅不听守御使的劝说 还不看出战时机 就逼士兵下山 结果士兵一下去 就遭到敌方的大炮袭击 溃不成军 最后三百士兵 无一生还 人祖大怒 重罚守御使 隔去领相的提察使一职 命上线接任 已经和清军彻底撕破脸 便没有一合一说了 再退 就只能出城投降 上线决定最后一搏 再派人去给秦王军送席文 这是最后的希望 送席文之人是个铁匠 被抓撞钉时 曾向上线提议给士兵 发放草袋子来预涵 后来也是他改造了落后的火枪 他心思机敏 又伸手不凡 或许能够突出重围 将席文送出城去 这是上线 唯一能信任的人了 说来嘲讽 满朝文武 却让一个身份卑微的铁匠 去担此重任 怎么到了国家危难的时候 就不分贵贱了呢 铁匠的家人 在上一次外敌入亲事死去 而那时 人组带着大臣 逃去了江华岛 铁匠问上线 是不是成功送出席文 就能结束战争 是 上线给的他承诺 铁匠答应了 他是为了许许多多 像他这样的人 能够在春天播种 秋天有收成 到了冬天 不用挨饿 转眼到了新年 朝鲜依旧力 向着北京方向奏乐 向明皇帝献上新年之礼 而此时皇太极 就在不远处的山坡上观望 他并没有恼怒 他千里迢迢赶到这里 不是为了攻下这座城市 而是为了让朝鲜 从精神上臣服于他 皇太极不请自来 朝臣们再次争论起来 明极认为应该遵礼 立即送文书 以表修好之意 上线则认为 皇太极一声招呼不打 就带着军队贸然出现 已经无理可言 两人一个认为 明杰重于生死 怎可沉于蛮夷 苟且偷生 一个认为活着才有希望 明明有活路 为什么非要选择死路 人族此时才知道 什么叫进退维谷 饱读儒家世书的士大夫们 多站在上线一边 主张决一死战 可是上线派出的信使 已经走了多日 到现在还没有前往郡的消息 而现在城里的情况 已经朝不保夕了 之前为了喂马 不仅收回了给士兵 遇寒寒的草袋子 还接了百姓屋顶的茅草 后来又删了马给士兵吃 这叫他拿什么开战 他想示弱 可士大夫们一句宗事 一句尊严 把他拱在这个位置上 落不下脚 终于 皇太极送来的文书 压垮了他最后一丝挣扎 皇太极以父亲自居 威斥人组 给你生路 你偏偏选择违抗于我 帝王之色 一览无欲 皇太极在信中 给了月圆之夜的期限 眼看马上就要到了 等不来秦王军 朝臣们也无法依靠 人组决定立刻回信是好 可一众士大夫 没一个愿意来写这封回信 先前主战 此刻又主河 却都不愿意留下千古骂名 主战的气节 主河的勇气 他们一样都没有 只会骑墙投机 见风使舵罢了 最后 居然是不知被参了多少 卖过秋荣折子的名吉 揽下这桩差事 这个千古罪人 就由他来当吧 而上线在风雪里等了一夜 也没等到盼望中的秦王军 其实铁匠把习文送到了 但是对方担心此去 不仅救不了架 反倒自身难保 于是打算杀了铁匠 假装没收到习文 幸好铁匠机敏 逃过一劫 但等他回到山城时 已是满目疮痍 他那还没娶过媳妇的兄弟 静静地躺在冰冷的冬夜里 再也没了回应 原本约定月远之夜为宪 清军却一早就攻上山城 守城士兵被炮击打了个措手不及 死伤无数 直到明吉将求和文书 送到黄太极面前 战火才停滞 黄太极答应不废除人组 不伤城中士兵百姓 但条件是 要人组以罪人之身 从城侧门出 不得带护卫和仪仗 着蓝色尘子符 走到三田渡谈之下 向清国皇帝 姓三败九寇的君臣大礼 以示投降 人组答应了 他既想活下去 更不愿意拖着满城百姓 为他陪葬 这和他将会发生了 在此之后 一路的女人 将会登山 三人 被罢了 他将会回来 有任何人 在此之中 他将会 免得 人祖选择跪着生 而上线选择站着死 他辞了关 把一个小女孩托付给了铁匠 这是当日河边老翁的孙女 她出于愧疚 一直收养在身边 如今人祖投降虽能保全性命 但这个国家击毙已久 朝中奸臣当道 民不聊生 势必要除旧革新 但他不愿在蛮衣脚下卫尘 君非君 朝非朝 当传来清军胜利的炮击之声时 他选择以死明治 而在城外的三田渡谈之下 人祖正对着皇太极三败九寇 每一寇守 都让明吉的心在底下 是可杀不可辱 然今君辱百姓生 君辱国耻不应归春埋葬 却让子民得以劳作如常 至于是非功过 留待后人评说吧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接下来 你将看到19年的台词日历 扫描以上二维码 进入K星人的店 就可以购买这本台词日历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